这个多重逻辑 这个不只要会 而且要熟练 另外的话不要打错 以后的话很多地方都是从这边演证出来的 OK 直接不要打错了 像这个符号还有方向不要搞错 另外的话呢 BMI部分 那我基本上是用Google找一下 你可以发现这个BMI计算器 那其实这个点进去 它有个说明 反正我是照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 里面的话你可以照这个规则 而且其实它在web 就网页上面它会有输入 其实你也可以做计算 那只是说我把这个逻辑转换到Python而已 OK 那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大概说明一下 有些地方 前面做过类似的 我就不赘述了 你们可以大概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一样建立一个变数 这个名称自己定 你如果觉得位置太长 你w也可以啦 然后呢 它是input什么东西呢 请输入体重 那输入完体重之后 假设有小处点的话 那记得外面 请你一定要用float转型 你不要用int 虽然用int也可以啦 不过int的话 无条件会把你的小处点给舍弃掉 OK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所以输入这个地方都是用float转型 那另外bmi的计算就是 它的体重处以它的升高的平方 刚好平方我们有讲过 OK所以呢 层层就是平方 当然如果你不用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mass 有一个外部的一个 我们一个一个一个class 一个套件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 我刚讲泡 你可以用那个方式呢 取得平方 那或者层层啦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一样用float转型 保留那个小处点 然后存在bmi这个变数里面 当然有的时候 如果你想知道你有bmi多少 有的时候我这边会做一个printer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有点像 帮助我知道一下 这相关讯息 那如果我最后程式写完之后 我可以把它注解掉 那如果我有需要 我就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一个 写程式的一个除错技巧 然后它就会按照我的逻辑 把刚刚的东西分别呢 参考那个网路上面的说明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出来 这应该没问题啦 那蛮简单的 那其他的变化呢 你可以自己再试着做做看 那后面呢 还有几题啦 我想这些都是水练习题 那我也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那个云端上面有一个 等于是第二个单元 bmi之外 其他还有像什么 请输入那个车支的段数 你是一段票两段票 比如说15块 一段票15块 两段票30块 但是没有三段票 只有一段或两段 那当然呢 你在输入的时候 我这边程式 特别注意 我就新增一个那个 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的话的一样 请输入车支段数 不过你会发现我这边没有转型 没有int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就是直接干脆呢 在判断的时候呢 我就用什么 用四串来比对 kdp之外 我就不转了 不然的话如果我前面加个int 转过来是1 那我这边就变成后面把它改成1也可以啦 变成两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呢 我想你可以试着 试着哪种方法都可以啦 当然只是转型我发现多一个转型 好像感觉让程式变得复杂 所以基本上呢 转完之后的话 那这边我有写一个已经写好的 这边有一个计算车支的 把它执行一下 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把它转一下 那假设说我今天呢 车支段数 如果输入1 那他会跟我讲说 一站票是15块 反支的话就两段票 一直可以退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你不会自行列席 输入的资料呢 你就不转型 直接来判断 如果你不转型直接判断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 但是如果你是写Java的话就不行 Java它不能等于等于 因为 Java这个等于等于 只能用在数字的判断 不能用在 字串的比对 所以如果你在Java里面 你还要用另外一个 叫Ecos的方法 才能够做文字的比对 不过因为Python不需要 直接可以比 所以这部分呢 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另外的话呢 后面还有一题 是这个什么呢 底下还有一题 这个男女的 也是一样输入M或F 那输入M的话呢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也是做字串的比对 如果输入M是男生 输入F 就是女生 那反之呢 就是不要乱输入 因为没有第三种 OK 因为现在性别蛮混乱的 OK 好 好 假设吧 这个只是一个练习 如果今天呢 我输入了这个 因为之前有遇过那个 先生你好 回头 原来是个小姐 小姐你好 回头 他虽然长头发 可是 是一个男生 有时候 不确定怎么办 就 就你好就好了 也不要称呼了 OK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你输入F 它就是 判断出女性 那M的话 当然就男性 那如果你输入其他 因为我这边多了个L 所以这边的话 就会有个M 假设输入个A也好了 Enter 好好输入 OK 所以这个部分主要也是练习 逻辑 假如你后面呢 是一个 智串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做比对 OK 那其他的话呢 我们在 在那个VBA的课程里面 也有那个练习什么 类似像这种 平均成绩 那假设啦 刚刚我们 一般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这个这个范例 你们可以在哪边找到 可以在云端上面 那边的范例档里面 在我们的范例档里面 这边有一个范例档 那范例档里面有逻辑函数里面 这个 这个函数里面呢 如果 请各位呢 也利用类似的 这个逻辑 他会撰写一下 当然一般是这样 我们如果在以色列里面 是插入一个逻辑 还是一辅 一辅这个成绩 如果怎么样 大于 等于 六十分的话 那就是给他输入合格 反之就输入不合格 那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逻辑写到 拍上里面该怎么做 OK 那第二个是呢 如果我的逻辑不这么单纯 我的逻辑是 如果说 他是大于等于 八十分是A 七十分是B 六十分是C 反之就D 多重哦 如果以 这一题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要怎么做 有两重的类型 就是 请输入你的平均成绩 然后呢 他假如给你一个成绩 合格或不合格 那请你也把它改成什么 多重 如果是 八十分以上 包含 是A哦 A B C D 那请各位 试着做做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蛮多的练习题 所以你会发现 工作里面太多了 只要 我看写程式最重要 真的就逻辑判断了 那再来 如果你要重复 帮你做什么判断 那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所以 回圈 先加逻辑判断 好像写来写去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 如果你希望以后你写程式可以 写得非常流畅 完全不会出错 我建议你那个资料形态 逻辑判断 还有回圈叙述 这个一定要收到一个不行 你怎么写都写得对 但如果说你常常卡这个卡那个 然后常常这个小一个字 那边打错一个东西的话 那bug一定一直都会有 OK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有bug也正常 因为你练习不够嘛 所以尽量能够达到就是 你现在想要写什么 你可以把东西写出来 这个目的 如果你在熟以后写在复杂的东西 应该就没有问题 后面的话 我们慢慢就会再加一些外部的档案 比如说是一个外部读录的一个文字档 CSV 资料库 或者是从网络 云端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资料来源 或Exale 然后你可以再去做后续判断 那当然都是从这边延伸出去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BMI 试一下 如果有时间再去做一下 那个一段票两段票跟男女 再来就逻辑 就是输入个平均成绩 判断合格不合格 哦